這樣子的情況 我會跟各位說會越來越多 因為我今天沒辦法秀出來一封信 美國的主委直接寫了兩封信來 告訴我們說 今年我們要看到你們的託福成績 我下一年度1617 我要看到直接看到託福450分 那這個450分不是他們規定的 是那個地區的學校規定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一年的居留證是誰給的 不是我們地區給的 是那一邊的學校給 就像我們這邊的學校給的 有沒有 你們應該知道 所以居留權在誰手上 在學校不在地區 所以學校第一個不接受18歲的孩子 我先跟各位說的非常非常的嚴肅 已經所有的歐洲跟本國都直接說了 你出發的那一天是18歲就不用來了 因為18歲在美國跟澳洲地區他們就是成人 他就不叫青少年交換 所以不要來RYE辦公司吵說 你們這些主委幹什麼用的 你們怎麼沒有能力去跟人家拔梗 我跟各位說 權力都不在地區也不在對方地區 都在對方的學校 對方的學校今天他們有他們應該要遵守的規則 第一個入學許可他們已經訂在托福450 然後呢第二個年齡的限制非常嚴格 差一天就不行 他們認為說你已經在你們的地區念過高中不用來了 那我們剛剛說沒有 我們的小孩就是還沒有念完啊 我們只有高二 我們不接受 我們的18歲就代表高三已經Game Over了 所以這個部分以前我們都會使命的去跟對方求情 對方現在已經不升旗了 直接來一封信說不要再來考驗我們這個部分 因為他們去跟那些佛倫社友去跟那些學校 然後你回答還給你 有什麼事 我們不止